拜登政府要任命他的是老公部副部長 可以說也是去管理納稅人的錢 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那么第一 没有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 第二 納稅人的钱被滥用 那么从这两条原则上来讲 他都是不合格的一个候选人 受疫情影响 加州政府长期封锁经济 造成数以百万民众申请救济金 而苏维斯领导下的EDD 为了快速处理申请 并没有严格审查申请人身份是否合格 最近 加州审计部门公布的报告显示 自去年3月份以来 EDD已经向400多万人错误发放了失业救济金 高达114亿美元 他在这一次EDD的这个 这个fraud里面 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 非常关键的一个角色 就是说 他为了快速地发放这个补助 失业救济金 那么他说先发钱 然后再审核这个申请人是不是合格 那么最后造成了现在至少是有 100多个亿的这样的一个损失 审计报告还显示 EDD还错误地冻结了 用于领救济金的30多万张银行积极卡 并向加州各地监狱囚犯 发放了总额约为8.1亿美元的失业金 总部在圣地亚哥的加州平等权益联盟 致力于宣传平等其择优原则 该组织认为 拜登内阁之所以选择苏维斯 主要是基于种族和性别的考量 现年51岁的苏维斯是华裔移民后代 早年担任民权律师 并在加州政府担任公职十多年 2019年接掌加州劳工部 如果获得参议院确认 他将负责处理1.5万名联邦机构员工的日常事务 新唐旧金山记者林肖展采访报道 是EDD的这个 请订阅起来